近期,以TVN新推出的好评韩剧《小女子回归》的男志炫,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 过去,曾和都锦绣一起演出《百日的郎君》,今年才26岁的她,其实已经是演艺圈出到18年的大前辈了。 在《小女子》中,男志炫饰无家二姐无人精,是位热血充满正义感,且不愿为金钱势力而低头的记者。 面对家中突然多了一笔大钱,感到疑惑,于是决定主动追查事件来龙去脉,却没想到不断挖出了许多黑暗真相。 究竟男志炫有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魅力呢?让我们一起来探个究竟吧。 1995年出生于韩国人川的男志炫,年纪轻轻却已经是许多演员的大前辈。 2004年《以说你爱我》中苏英才的童年出道,几乎每年都有作品的她,也借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男志炫在2006年就获得了SBS演技大赏童星奖的殊荣,出道后也以童星身份出演过多部知名电视剧,例如《伊甸园之东》《善德女王》。 至美丽的你,天使之眼,2004年开始,以儿童演员身份活跃在演艺圈的男志炫,于2014年以成年演员的身份,出演家庭剧《家族之间何必这样》,与朴炯之同台标系,并以此作为童星正式转型成年演员的契机。 同时也获得2014年KBS演技大赏的最佳情侣奖,以及女子新人奖。 2016年在MBC水木剧《购物王陆玉珍》饰演女主角高福时,是他首次主演的迷你联系剧,刚开始虽然不被看好,但后来却意外成为黑马剧,多次获得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名。 2017年,男志炫和池章旭一起出演SBS《奇怪的搭档》,虽然当时收视率不是同时段最佳,但话题性却最高。 男志炫也凭借此剧,获得SBS演技大赏的水木剧部门女子优秀演技奖。 2018年,与XO成员都锦秀共同出演TVM古装剧《白日的狼君》,收视率在当年创下TVM的最高纪录,也因此获得许多人气。 作为大家看着长大的童心专门户,男志炫7岁参与MBC传播剑纹录录像时,可以看到他圆圆大大的眼睛,深邃的双眼皮,高挺的鼻子,让人不禁赞叹,真的是从小美到大。 2014年参与Happy Together Seasons 3录像,回顾男志炫小时候时,可爱模样也让现场来宾频频称赞,并表示男志炫完全没变,现在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不管是他们的颜值还是他们的形象,都和小时候有着与众不同的差距,尤其是小孩子,他们的变化是特别大的。 首先就是他们的形象,有可能在很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漂亮,可是长大之后慢慢的就会变残,其次就是他们的性格,在长大之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他们小时候属于那种活泼的,长大之后慢慢的就会变成内向的,如果小时候比较内向的,长大之后也会变成一个活泼的人。 男志炫就是一个童心出道的明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男志炫在十岁的时候就在一部古装作品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女主角的童年时期,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角色让他正式出道。 在生活当中,十岁的小女孩基本上都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他在十岁的时候就能成功的完成一些导演安排的动作,因此在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童年时期的女主角扮演得相当出色。 也正是通过这个角色让更多的网友认识到了这个小姑娘。 而男志炫在2013年时于韩剧《天使之眼》中饰演聚会善的少年时期,水润双眼美丽笑容和空灵美貌让许多观众惊艳。 且精湛的演技完美地诠释了女主角施明的心境,令人动人的哭泣,当时可是撞了许多观众的热泪。 另外,男志炫本人在看自己照片时也惊讶地表示,好像真的只有身高在长,脸和声音都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感觉很神奇。 男志炫年纪轻轻就已经出演超过30部戏剧,除了童星时期饰演过许多女主角的童年年少角色外, 更与不少大咖演员合作过,也因此男志炫又被称为男神收割机。 像是2009年在社团节会下雪吗?饰演女主角的年少时期。 当时宋仲基饰演她的哥哥,而金秀贤则饰演男主角的年少时期和男志炫谈恋爱。 后来在华裔吞噬怪物的孩子中饰演吕珍九的初恋,还有在自己转型为成年演员的第一部电视剧《家人之间为何这样》里, 和朴炯之徐康俊上演过《三角恋情》,《天使之眼》中也曾和江河纳有过凄美的初恋爱情故事。 此外,2017年,男志炫在引起话题的电视剧《奇怪的搭档》中,与国民理想型池昌旭合作。 两人在剧中不仅有许多亲密的吻戏,也有令人脸红心跳的床戏,让许多粉丝大含羡慕。 不过男志炫却表示,实际上拍摄的时候很累很辛苦,因为162公分的男志炫和池昌旭身高差了20公分, 轻的时候头要抬得很高,脖子很痛,还好池昌旭很贴心地以弓箭步展现礼仪腿, 才让他能比较轻松地拍摄。 而说到让许多XL最羡慕的应该就是2018年,男志炫在《百日的狼军》中与XO成员DO合作了吧。 这部戏不仅让男志炫的人气飙涨,也打败了又吴海英在当年创下了TVN乐火剧的最高手势记录。 当然,男志炫不仅心言得好,连学业也是学霸动机。 即使是在繁忙的行程中,他也不愿放弃学业。 国中时全校第二名,高中时全校第五名,后来在2014年则被西江大学心理学录取。 虽然中间曾因为电视剧拍摄因素暂时休学,但仍然在2020年顺利毕业。 男志炫曾经说过,在阅读许多剧本的过程中,渐渐地对心理学产生了想要了解的好奇,而选择就读心理系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他也曾在现场脱口秀Taxi中和观众分享自己读书的秘诀。 男志炫表示,他通常会和同学们一起读书并互相当对方的小老师,因为如果能够向对方帮助解题的方式,才代表自己是真正理解了这道题。 男志炫还在2019年时领养了一只猫咪,正式踏入铲屎关的行列。 后来2020年他再度领养第二只猫咪,还特地为了两位猫老大开设了一个账号,为他们记录生活。 从账号页面可以看到他们从小猫变成头好壮壮的健康成长过程,也能看得出来男志炫对他们的疼爱。 当一个学业演技兼具的演员是男志炫一直以来的目标与理想,而他也靠着自身努力的达成。 年纪26岁的他已经是许多观众眼中的实力派女主角。 这位从8岁就开始拍电视的姑娘,到现在为止都保持着身价清白,没有任何的丑闻。 这也正是让很多喜欢看电视的人对他很有好感的原因之一。 女演员要保持清醒实在是不太容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8岁就开始演戏的男志炫已经在片场修炼成佛。 服完编译之后的时尚序退伍之际,SBS也派出了主持人去采访他。 一位入伍之前的最后一部电视剧《奇怪的搭档》就是SBS的电视剧。 想来陈章旭也是给了SBS一个非常大的面子。 当然这个SBS的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他问陈章旭,男志炫在你入伍的时候有没有来看望过你? 这样粉红气息十足的问题,真是回答也不好,不回答也不好。 成排站在陈章旭身后的粉丝从早上4点就去接帅哥退伍, 要是在女粉丝面前说了奇怪的话,那真是要让两位成为奇怪的搭档了。 不过陈章旭也大方的回答,男志炫来看过他在军中演的音乐剧, 而除了看音乐剧之外,两位之所以有所交流, 还是因为陈章旭复出就想要演戏, 所以他就把剧本给了经验十足的男志炫, 以此参考一下他的意见。 虽然陈章旭足足比男志炫大的十岁, 同心出道的男志炫后继勃发, 现在在电视剧上的成就已经够高, 而拿到过青龙奖新女演员提名的男志炫, 应该可以更进一步。 这位非常喜欢自家爱猫的女明星,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她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